但我想這樣說 為何如果你夠人說的話要打架?要打實人? 為何每次有人說要跟你理論 我不說了,不用說道理,不用說證據 為何?老實說 你如果給我們這些人 基本上我有沒有道理的 就算我明白是錯的,我也打拆你 如果是過一些短兵傷識的環境 那一起來就打了,沒辦法 但是如果現在 常常說無論是藍絲、黃絲 都不夠膽突出,包括王志民 都不夠膽突破這個樽口位 就是大家香港人 如果都想香港好,政見不同 大家是想香港好 包括阿Lek想到特別的香港人 意思是想香港好 大家都沒有討論過如何為止香港好 說不出那些,說不出那裡 就已經吵架到七彩了 因為就說香港有民主 他們就說民主有飯當飯吃 以前你也不給民主 你說不是,那些共產黨不給民主 現在不是說什麼 他們根本就說不出他 現在中國人的政府有什麼不好 你是否喜歡進回英國走狗 是說不出他,一說這些事情 OK 好了,最後他們是動手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政府第一,未必抓他們 第二,他們覺得他們很正義 如果是這樣,為甚麼我們都覺得他們很正義 我們先不要動手 因為我們明知現在是敵對政府 明知是被政府打壓 警方都未必會幫我們 於是我們希望一般人 不要搞破壞的運動 所以要忍 我很多評論人,又說這件又說那件 我不敢教別人做 因為我不是最前線 你只是說我,我沒那麼偉大 我不會打人的 但如果打架我,我當然還拖 好像Edward說 每次打架都沒有你們分 在那裡說 Edward說 那當然了 第一,我怎會出去打架 你問一下現場的人有多少次見過我 你想打架嗎?上來 我隨時分配 不是 都說了,等你上來 我每次都要換 帳戶給別人 又要換另一個 不用說那些 又每次不敢上來 床頭弄,說真的 如果我現場很多事 根本不用打架 為甚麼呢? 很簡單 當人們要跟人吵架的時候 很喜歡把自己的立場先說 我每次第一個人 其實大家的立場都沒有所謂 用別人的角度 以皮之法 就收他的皮 夠就不會打架了 還有他要打 我每次都想打我 那些人都不敢打我 我告訴你 都不知為何 你經常問我們去兩邊 我只是這樣說一件事 今天我的網友都說 你不用怕嗎? 你又不敢這樣 又打開門 我到現在都是一條人走路 我到現在都是 我平時的生活都是一樣 這麼囂張 我跟你說 我平時的生活 比我在咪前更囂張得多 我五十多歲 我就想高大軍打架我 嘗試不斷吵架他 我呀 吵架他 都不還拖 我跟你說 我小時候的朋友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我的筆弟 是不敢跟我去街 我平時都打架 不斷吵架他 但我到現在 我們流流蘭花 到現在 那些人肯打我們才行 大哥 一吵 一走出去 已經吵架了 屌你老母 我都不知道多開心 那個神常症 就上聲 很開心 屌你老母 我們真是很想 大哥 老師又在這 這麼多年了 你一出去幹什麼 你 有事慢慢說 這樣想 那怎麼辦 喂 終於 我才說 我昨天 如果我在九龍灣 那肥子抽狗我 除非一拳鎖 KO我 如果不是 終於有人肯動手了 嘩 我真是 多謝你 肥兄 屌你老母 終於有人肯動手了 屌你老實說 就看看是怎樣 不要說什麼 挑不挑機的 是 好了 我們回到那個節目